前阵子传出,韩笑舟将以新剧《在你的灿烂季节》久违回归爱情剧,如今看来是要泡汤了。 早在7月份,韩国的青龙大赏颁奖典礼成为了娱乐圈热度最高的话题。 其中,秀智未到30岁就捧杯,宋慧桥更是额外获得了大赏。 此外,其他有份出席颁奖典礼的演员们也成为了观众茶余饭后的谈资。 其中一同颁奖的韩笑舟和丁海银的同框也让大家觉得非常开心,因为两人在拍戏期间相处非常融洽,观众们甚至表示,想看到这两人以结构的形式出演爱情剧,相信不少观众是因为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才开始关注到丁海银,对她的年夏恋真的印象深刻。 当时剧中孙一贞和丁海银的甜蜜姐弟恋,真的让人看着心扑通扑通直跳。 他们的恋爱都体现在了细节里,一个眼神,一个微笑就让人想恋爱了。 整部剧几乎没有波澜壮阔的剧情,更没有韩剧中惯用的套路,什么家族秘密,奇幻超能力。 他们也不是家产万贯的富二代,通过导演的镜头。 我们看到的只是两个普通人最寻常的恋爱,看到了两颗心慢慢靠近的过程。 凭借该剧,他们更是一举成为了国民年夏男,也成为了韩国所有姐姐们都想请吃饭的小奶狗。 如今姐姐孙一贞如愿嫁给了男神玄斌,观众都期待她与经常颁奖的搭档韩孝周共同出演,看看又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 而二人还是毫不掩饰想合作的想法,在颁奖典礼上,丁海银向韩孝周提问,最近有没有特别想拍的题材。 这阵子挑战动作片又挑战反派的韩孝周回答,很久没演爱情剧了,产生了想要再次挑战爱情剧的想法。 丁海银表示,我也四年没拍爱情剧了,我也想拍爱情剧与大家见面,如果有机会的吧,出演同部作品的日子会来吧。 韩孝周也说,大家再看吧。 无论是谁,事实上当时的韩媒报道,韩孝周将以爱情剧《在你灿烂的季节》回归小荧幕。 现在来看,当时应该只是在沟通,并没有敲定。 当晚韩孝周还与个人ins现实动态分享与朴炯直、朴信慧、丁海银的合照。 曾与韩孝周合作过Happiness的朴炯直,目前正在与朴信慧拍摄新剧《低谷医生》。 当然韩孝周更是为了自己与丁海银想拍爱情剧,并期待着合作的日子会到来再升温。 虽然现在韩孝周还是单身的状态,但是她对爱情是充满憧憬的。 不过其实你了解韩孝周你就知道,这位虽然因为家庭消失几年,但是能驾驭的类型一点也不少。 韩孝周在热播的新剧中一改往日女神形象,戴上眼镜,便成为家庭忙前忙后的母亲,更与赵银成组成超人夫妻档。 高颜值CP感让观众相当惊艳,即便不是以爱情为主的戏份中,不少粉丝还是被他们的演技给折服,韩孝周才36岁就演起了妈妈。 当然不是外表状态的下滑,拥有漂亮脸蛋的韩孝周,在外貌上也有很大的可塑性性,经常稍微晃的造型或妆容后就能变一个人,也因此在每部剧中都能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。 韩孝周曾经和剧组出去聚餐时,同桌的演员们都被餐厅阿姨认出,身为女主角的她却没有,直到她将头发绑成剧中相似的造型,阿姨们才认出来。 而她本人也并不会讨厌这件事,反而认为能经常变换的剧抛脸是她的优势之一。 这次的跨年龄段的大胆尝试,也不禁赞赏她年纪轻轻就勇于突破。 对于年轻的女演员来说,鲜少有人会选择开局即是妈妈的角色,不局限自己的戏路和尝试,果然是韩孝周。 不过就在9月1日,据韩媒报道,大事男演员徐仁国和新一代女神李圣经有望接演新剧《在你灿烂的季节》,如果两人都确定接下这部新作,那这将是他们继2015年的颁奖典礼后,时隔7年再次同框。 《在你的灿烂季节》一共有16集,由社内相亲普尚虎导演指导,她很漂亮。 虽然三十弹仍时期的赵承熙编剧直笔,剧情讲述的是因事故失去听力和记忆的男人,遇见了像救援般的女人后发生的故事,徐仁国有望饰演。 活力十足的美国动漫工作室所属的动画师鲜鱼灿,性格活泼开朗兼能力者,是一个有着很多秘密的神秘人物。 李圣经则有望饰演三姐妹中,比谁都新生的大女儿兼首席设计师宋夏兰,她具有艺术感、创意性和诚实性,是业界公认的实力派,虽然看起来华人大家相处得非常好,但希望和任何人都不要变得特别。 虽说韩啸州与丁海银的合作计划泡汤,让部分网友为此感到可惜,但徐仁国和李圣经这组合,也是不少粉丝敲碗合作的一对。 其实早在2015年举行的MBC第十届首尔电视剧大赏上,两人曾作为颁奖嘉宾一同亮相,2016年,两人一起在MBC演技大奖,拿下男女子最优秀演技奖。 而在这之后,粉丝们都盼着两位能正式地合作一部剧,究竟这隔了七年的愿望能否成功兑现,只不过遗憾的是,李圣经近些年的爱情剧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影响,即使个人状态依旧,但却得不到观众喜爱。 22年上映的流星,虽然有一众大咖助阵,但在韩国的收视并不好,甚至刷新了电视剧首播最低收视记录,有人说是剧情太无聊了。 跟之前的韩剧一个套路,也有人说金勇大第一次当男主,他的长相气质称不起顶流明星的人设,浪漫一生金师傅三中,时隔三年。 他和李圣经,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,都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和合作的更亲密的对象,取得好成绩的同时,也频繁地被观众与金师傅二作比较。 这几年,李圣经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灵了,不过,他依旧是那个爱情剧的香波波,相信片方也是在认真地选择自己最合适的女主角,当然还是得心疼韩笑舟。 韩国娱乐圈美女如云,李圣经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,不一样的是她不仅美,而且美得有特色,但李圣经并非是一个花瓶,她还非常有才华,在模特界,演艺圈都颇有建树。 在她也两个身份中切换自如,李圣经在2008年因参加第17届超级模特选拔大赛正式出道。 从此在模特圈发展了6年,李圣经以她的娃娃脸,独具一格的褐色眼睛以及高挑的身材,兼具西方和东方美。 成为模特界炙手可热的模特,在韩国更是为多个著名品牌时装秀站台。 在模特界拥有成就后,李圣经不满现状,感觉自己还能再有所突破,还可以更优秀,所以她选择了进军影视圈,从此以后她又有了一个新身份演员。 并且,李圣经也是韩国YG娱乐公司和Kplus模特经纪公司合作签订的第一个演员。 随后李圣经出演了她的首部影视剧《没关系》,是爱情,可爱的魅力和自然的演技也得到了大众认可,在片场也得到了工作人员的好评。 在此后的几年间一直有作品播出,怂犯罪电影《Broker》的出演成为了她的大荧幕首秀。 而真正使李圣经在演艺界崭露头角的是《举重妖精精浮珠》。 她也凭借该剧获得2016年NBC演技大赏迷你剧女子部门优秀演技奖。 《举重妖精精浮珠》是由李圣经和南柱贺领衔主演的,这部电视剧在当时可谓火遍一时。 李圣经和南柱贺的荧幕CP也从角色中上升到真人,两人也是在公开场合多次发唐。 说来也对,这么一对高颜值情侣谁看了能不赏心悦目? 但好景不长,二人因工作原因分手,也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的一男评。 李圣经也会唱歌哦! 先与郑郑焕合唱KB Shoy烹饪奥林匹克辣椒酱活动的主题曲《我爱辣椒酱》,同时也是多个MV的女主角。 李圣经还是一个主持小能手,她在担任2015年NBC演技大赏主持人,李圣经真的是全能。 李圣经当之无愧的一个宝藏女孩,如今她在演艺圈已全面开花,发展得很好。 同时也期待李圣经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,也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。